那不要跪 跪了台长替你悲业呢 站着吧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祝佛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善神 感恩如今红台长师父 你辛苦了 请你老人家 他很会讲 请你老人家 给我外孙儿看看图成 问题我还不老啊 说老人家 我真的难过了半天 我有这么老啊 他是2009年11月1日生 属牛的 仅仅六岁了 他生前是缺氧自息 产前再出的 后遗症是 现在还不会讲话 不会讲话 我还多动重严重 看见了吗 开始 好好讲话 你不要不开心啊 你说吧 这个是个小鬼啊 本来不应该到人间来投胎的 他逃出来的 该怎么办呢 逃出来嘛 就好好把他 皈依正道呀 西游记里面 看见观世音菩萨 把很多小鬼 不是照样让他 皈依正道啊 明白了吗 明白 这是个小鬼呀 所以你现在 开始每天给他念经 念经 他以前我总念 给你 他还看你 给你那别了 他总成天拜佛啊 他胆子蛮小的 胆子小 胆子小 他胆子挺大的 在家里 在家里 家里也挺大 我看 跑出来 胆子就小了 什么都敢动 太多动 太严重了 小鬼他是来讨债的 是 你是他谁了 我是他姥姥 那么 他就是来讨你 那个 儿子和媳妇的债的 他妈 我女儿 我就一个女儿 我女儿今天是 八一年生人 暑机的 她现在她精神 她狗下午的精神 不太好 后来治疗 今天已经 差不多 含育了 我就跟她 跟她念佛 诵经啥 就我自己承担 她不能诵经 就请观音福 请观音福 你女儿嘛 就是被你念好了呀 但是你女儿养出来 这个就是讨在鬼呀 是 她是地府里 逃出来的小鬼呀 是 你听得懂吗 我太 你现在每天给她念 大悲咒 能正主她 十七遍 心经 念二十一遍 好 礼佛念三遍 然后给她念姐姐奏 七十八遍 然后给她念 消灾吉祥神奏 四十九遍 好了 给我女儿念 是给她念的 给她 小鬼 小鬼 小鬼念啊 听不懂啊 听懂了 需要烧多些小房 我功课怎么做 功课刚刚不是讲过了 你别糊涂了 记住了 先把小的先搞好吧 这个小家伙到了七岁半的时候 特别要当心 他有个结 下面会把他带走的 什么时候会说话呀 关键 七岁半的时候有个结 下面会把他带走的 听得懂吗 说话了 小鬼叫他说话 必须要有户口 他现在人间没户口 你得求观世音菩萨 我都没办法 听得懂了吗 是我成天求观世音菩萨 原来他是叫基辛德 先扣起感应叫基昆酒了 我现在是 名字没有用的 你记住了 他是顶替人家一个 死掉的人逃上来的 是 你们家族里面 有没有一个死得比较冤枉的人呢 那不清楚 不清楚 有没有自杀的 不太清楚 你老公被伴上的就有一个 好像跟铁路有关系 好像被火车压死的 也不知道怎么 自己握在铁轨上的 是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这小家伙就是顶替他来的 是 好了 你给我女儿看看吧 给我女儿 你们每个人都这样 人家不要看了 赶快了 你不要让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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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